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在办公室睡觉 动到了吧 陆毅的言语之中有些心疼 有些埋怨 那才不是因为睡觉呢 睡觉之前就有些冷 惊吓一边穿着衣服 一边为自己辩解着 待他穿完衣服后依旧是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不知道为何依旧是觉得有些冷 陆毅感觉到情况不对 立刻用手摸了摸金夏的额头 他感觉金夏的额头温度有些偏高 根本不是冷 你发烧了 啊 不能吧 我好久都没有感冒了 金夏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确实温度有些高 陆毅立刻牵着金夏的手 再一次摸了摸 果然 他的小手温度亦有些高 走 去医院检查一下 陆毅牵过金夏的手 想要快些去医院瞧瞧 我不想去医院 金夏没有随着陆毅走 而是停下来 撒娇地恳求着 你发烧了 陆毅态度有些强硬 我知道 发烧又不严重 回家吃些药就好了 家里有退烧药 万一严重了怎么办 陆毅依旧坚持着 真的没事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金夏一边说着 一边摇晃着陆毅的胳膊 撒着娇 金夏娇滴滴的声音 陆毅向来都是没有办法招架 他只能无奈 得道 好吧 吃药 陆毅略有些着急地开着车载着金夏回家 回到家中后 他便立刻去寻找医药箱 给金夏找退烧药 金夏看着陆毅着急的模样 笑了笑 你不用着急 我没事的 陆毅抬头看了一眼 金夏 只见他脸蛋红红的 人看起来虚弱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发烧的缘故 你去帮我倒杯水吧 我自己找药 我知道在哪里 金夏看着陆毅胡乱地翻着 也没有找到退烧药 好 那你先找着 陆毅按照金夏的指令便开始去帮他倒水 带他回来的时候 发现金夏已经将退烧药验到了肚内 他将热水递给了金夏 让他喝些水 缓解一下 随后 他又拿起那连金夏自己找到的退烧药 带看见退烧药的有效期是2022年3月28日时 陆毅整个人都不好 这退烧药竟然是过期的 金夏 你快把药吐出来 陆毅紧张得道 为什么 这个药已经过期了 糟了 可是我已经吃完了 所以才让你吐出来 我已经咽到肚子里面去了 走 穿好衣服 我们先去医院 陆毅有些害怕了 金夏竟然将过期的退烧药给吃掉了 陆毅 没事的 这才过期不到一个月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金夏拒绝了 他可不想去医院洗胃 不行 这件事情不能大意 真的没事 你看 我已经咨询我小姨了 问题不大 金夏将自己的手机微信聊天 给陆毅看 让他不要担心 那也不行 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 真的没事 我之前也吃过过期的药 你让我说 你些什么好呢 陆毅无奈地服了服额 我睡一觉就好了 金夏只感觉自己头昏脑胀 只想立刻睡觉 先别睡 多喝些水 将药物稀释一番 陆毅拿起满满一大杯的水 让金夏喝了下去 然而 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陆毅一直守在金夏的旁边 不敢睡去 他担心过期的药物会产生不良的反应 故而便不停地给金夏倒水喝 企图利用水来化解金夏体内多余的药物 金夏这个困呀 可是迷迷糊糊之中 总是听见陆毅在他耳边轻声道 金夏 起来 喝些水 多喝些水就好了 金夏略有些不耐烦道 陆毅 你好烦人呀 让我睡一觉好不好 你把水喝掉 我便让你好好睡觉 陆毅不停地诱导着金夏 让他不停地喝水 而金夏呢 在陆毅的隐诱之中睡着了 看见金夏要睡着 他摸了摸金夏的额头 发现其体温已经退了下去 方才放心 他轻轻地穿衣穿鞋 下楼给金夏买了新的退烧药和感冒药 免得明日又吃过期的药物 看着金夏的睡脸 陆毅不禁有些担忧 生怕他半夜继续烧起来 他竟这样半靠着床头 关注着金夏的一举一动 生怕他烧起来 而自己却又不得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